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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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動心 大家學院 大家平安 大家好 你們手頭有這張嗎 這張最重要是我們 美國1月21號要回的 華盛頓郵報 還在我們台灣農曆初二要回的就是這份 它裡面寫得很清楚 後面有申請身份證的配套 圖片都出來了 這裡也是1234 整個事件都出來了 所以我建議你們一個人要拿兩張 然後回去戶備起來 再打擔你們家 現在朋友來的時候 你們要介紹這比較好介紹 所以這 因為我們每一篇報索出來很多的篇 你每一次都要保留下來 因為這都是我們每一支 每一個進度的濃縮版 所以這你一定要留下來 不要等著 還有這邊你們 本的資料 來 你們有拿到這本 尖閣群島的法理爭議 這就是在說釣魚台事件 所有的釣魚台相關資料都在裡面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看好別 要用你自己的意思來講 因為現在釣魚台很熱門 所有的一般民眾要聽的 你可以用這些較熱門的話題來跟它講 你跟它之間打開畫夾子 來講釣魚台這個事件 你給它看好別 如果你如果看不到 可以來討論這個 然後這一本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你一定要看別 因為這是我們將來 我們台灣政府的法律 就是在這裡 根據這個 你是什麼公民啊 國民啊 居留證啊 什麼有的不的 它都寫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依據 所以你這本不要放棄 這本一定要看 好 然後這本這個 台灣國際地位 這就是在說 台灣的地位是日暑美戰 這個關係 你要看好 然後你要跟他們介紹的時候 你就依這個來講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要跟他們介紹的法術是什麼 這幾本你看好 你就可以說了 這就是台灣的地位 日暑美戰 要看 這本漫畫 是一個 日本的女孩子給我們寫 她看 秘書長的那個 新台灣論 把我們畫這個漫畫出來 所以這本對年輕人很好的了解 這你可以跟我們介紹 然後這本 天皇陛下聖誕祝壽團 是我們2012年 我們12月20號到24號去日本 我們就是拿這本去美鳳天空 你那日本的本就是這本 所以這本有日文英文中文 我希望你們可以 這本要保留 因為有時候 你如果遇到日本人 或是說英語的 你不要說 你就這給他們看 這就是目前 我們跟日本的狀態 有什麼在裡面 你也還有分其他的DM 我建議你也是要把父輩起來 因為將來每一支 登報的這種DM 都內容不一樣 但是都是濃縮的 你一定要保留 把父輩起來 也有發這個嗎 有現在有發了現在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DVD 還有我們有分這個DVD 你如果可以就回去看 看你覺得不錯 你去Copy Copy送給各位朋友 對節省很多時間 這樣 還有這一本書 新台灣論你要看 因為這本證著說 安秘書長 以國際法專家 他下出來 這本裡面的內容 你如果看的 你如果第一邊看 看不瞭解 不瞭解 也沒關係 你就一直看下去 因為你一直看 看完後 因為你中間 你會看網路 或是說我們消失的出來 看到賣了 你也會賣 然後再回來看第二次 因為這本證著我們的聖經 以後我們研究 也是要研究這本 所以這本是 大家一定要賣 今天我要說的題目是 怎樣成為一個領導者 我們為什麼要說這個題目呢 因為大家來 我們現在應該要說我們台灣政府 已經不要說民政府了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政府 需要幹部 我們的幹部就是領導者 所以你們現在進來上課 最基本 我們就是要搞這個架構 讓你知道 因為我們台灣 差不多四、八年來 都沒有台灣人自己 管理過自己 像以前到現在 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日本、中國 很多不同的人來管我們台灣 台灣這塊土地 在清掉的時候 他們怎麼打的都是西部西南這裡而已 這樣散散一條 這邊都沒有 因為這邊就是我們的高砂族 部落 他們那時候是部落這樣 這樣分散 由北到南來 這邊大家都打不下來 外國人來打 怎麼打這裡都打不下來 像那時候河南 因為南部恆春半島 這樣打起來對不對 他打到台東的一部份而已 他就打不下去了 所以比說我們的高砂族同胞 在當時是很英勇 所以那去本來我們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比這台灣日本人 他就遵守這個高砂族 去做他的日本兵 在他們那兒 我記得他那個高砂族 要多多分 過分 你 都還要再多多分 那就在香港 一個高砂族 要多多分 那麼族 在那裡 很久 сред的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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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没有 你不会太太过 因为他整个国家贪污 他的贪污很严重 所以像美国跟我说 我们法律两条就好 你贪污就是死刑 犯罪鞭刑 他的意思是不要太多理由 你贪污 证据有证据的 就是枪毙 他就是要让你 很简单 你不要去想太多 你如果犯罪 犯罪有轻到重 不管你若亲的就变形少 若冬的就打得多 那如果打得多受不了 胜不如死 你若有看到鸭皮 新加坡鸭皮就知道 所以你看 是怎样新加坡那些小的国家 全世界都知道那些有名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管理 他连你吃口香糖 吐在地上都要罚钱 所以他是怎样国家那么清晰 好你丢啊我就罚 后面有人看到就罚了 他就是这样的管理 因为人 始终你跟 没这个知识的时候 你没有强制的管理是不行的 你说要自由民主 但问题是 你还没有了解自由跟民主的争议 那个就乱了 就会乱了 所以他新加坡就 一开始强制的 实际政策 所以他现在才会起来 他的壁纸也比较高 他的经济整个架构 都太多了 他很多外资去味 为什么人不来台湾 你看台湾一直在退 所以就是说政治跟经济是分不开的 政治引导经济 经济影响政治 这两个是没法度分的 所以我感觉一个国家要选择 领导者很重要 所以各位你以前在选总统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想法在选 比如说 不要说其他国民党的 你选李登辉陈水扁 这两个台湾人 你是用什么角度在选 像你在选李登辉的时候 你感觉是怎么样 你们不知道 可能你的人会说 他就是台湾人 这样就选他 陈水扁出来的时候 你也会想说 他就是台湾人 要支持台湾人 所以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信念 就是说他是台湾人 这标是说我们台湾人 很渴望说 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 在那时候 我们就是这个选择了 为什么今天民政府 我们台湾政府 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执政呢 其实全世界都同样 你如果一个政治 政府走到他腐败的时候 绝对有人来推翻 不一定是我们 别人谁谁都会来推翻 因为一个不好的政府 他不可能一直 下去 你像说 家庭人说中国 跟共产主义 你知道为什么全世界 共产主义都瓦解了 剩下中国 还有这个北韩 北岳家 你们不知道是怎么 苏联那样 共产的都瓦解了 因为那些人 内心 都有一个特点 你不可能被管一辈子 你也不可能 给他奴役一辈子 你都没有你的思想 完全都被他抓着走 这样几辈子下来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违反人性的特点 绝对不可能是 所以你如果看一个国家 他在努力人民 还是让人民 过得很不好的生活 让人民贪不得钱 这个国家 绝对后边有人会给他推翻 这是很正当的理由 所以 很多人 像说宗教战争就好了 以阿也有宗教战争 再到以前十字军东征 是怎么宗教可以引起战争 我觉得我这个宗教对 你那个不对 大家都都这样 宗教就可以引起战争 还有什么都可以引起战争 经济战 经济战 目前全世界来讲 经济战 再搞这个经济战 我们台湾 因为很单纯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在中华民国记败的时候 开始在管理我们台湾 它是用什么策略 你再想 台湾为什么要修根 台湾很多土地 算是都没在做 为什么他要让我们修根 我们台湾才那么小小一个地方 众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要修根 这就是有人 那边有人 那边有人要用政策来瓦解我们的经济 结果有很多农民都不知道 好修根 修根可以领钱 我还不用辛苦去政产 他们就是这样想 他就是给你 你如果政不败不败 你修根才会败 就造成全台湾很多修根 你看政策影响经济 然后现在中国种什么进口中国东西 你现在去超商也好 你敢没看到很多东西是中国做的 其实他跟他早就在对我们台湾用经济战 买来WTO签ECFA 那是都买来的事情 那一头前就已经 已经在用这个经济的路线 让你可以走到这个WTO去 ECFA去签 就是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做到那样去 结果你看 还有人知道 也没人知道 一直到现在呈现的结果出来说 签也不行了 美国也法复不行了 因为中华民国政府要跟中国经济合作 这就是影响美国的利益 因为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中 你往那边靠 你就是影响我的利益 这个是美国不允许的 所以美国今天要积极出来 处理这样的事情 不只是秘书长告一这个事情 用人权去告他告他 不是刚才这个而已 是他在搞经济战 这个美国是绝对反对的 所以很多理由 所以我喜欢秘书长说 叫大家不用怕 美国绝对解决这个事情 因为中国跟中华民国 已经犯了很多美国的大忌 这是有的人不知道而已 所以很多人他没相信 是因为他不懂很多资讯 所以他会跟你说 那不懂 那骗人 那个是因为不懂 所以你要让他一段时间 你跟他讲 他不能马上接受 不要紧 你跟他讲 这样一直讲 不能接受 你就是跳过 人过 那一直讲 一直讲 你就是找对的就对了 我能相信的 我们早可以相信的 这样下去 其实我们现在就在 认识领导 你知道吗 比如说 你要怎么处理 跟他们沟通协调 让人相信这个事情 这个是领导者 要训练的 他如果没有办法 很好的沟通协调 他会说 你想他怎么 说话说服大家 不可能 所以你现在就是 要先练习这个沟通协调 再来 我们这个领导者 要想问一个 要培养的是什么 文化的气息 就是说 一个领导者 他不是刚才抹这个 我怎么在说一下 你本身 你要有音乐艺术的素养 还有领导者 一定要有一个 精神的寄托 哪一种宗教都没关系 宗教很重要 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绝对有宗教信仰 他如果没有宗教信仰 这个领导者 不可能做很久 像美国他是基督教 他的总统就职 一定要摸着圣经 因为每一个人 他要在事业上冲到高峰 他没有精神的寄托 他是没有办法超越 非人力可以做的事 这个事情不是 我们人可以做的 你要超越他 你就是精神层面要很高 依靠法度他做 宗教他怎么可以让我们信托 就是说 他是启发你的心灵层次 你的心灵层次提升了 你的科技就是不一样 你不会很 眼光不会很近 就是以利益为主 像说我们今天 我们介责人 是怎么去台湾政府 来支持这个活动 就是因为 大家是属于 不自私的那一群 介责人 大部分是自私的那一群 他就较职 因为我们今天 替我们台湾政府做的事 他是一种付出 宗教也是一样 他是叫人家付出 所以付出的人 他才会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所以你们大家在介绍 你要了解这个观念 不是你不可以 是对方的问题 所以你就不要去说 这没人就没问题 就这样一直下去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领导者 他的文化气息越高 他在说服领导群众上 他会很轻松 他这样唯一说下去 人家就接受了 不用说得很用力 所以领导者的特质 越多 你才有办法 把这个国家带领得很好 你们可以研究 全世界的元首 总理、总统、首相都好 你去看 他们有什么特质 他们的特质 哪越高 他这个国家就治理得很好 你像说英国也是帝王制 女王 这个日本也是帝王制 天皇陛下 为什么日本这个天皇制会惹那么多年 你怎么知道是怎么 意外的了解是这样 天皇这个家族 虽然说他现在 跟日本政府 他日本是二元制 官吏是日本政府 但是这个国体是日本天皇 他们要效忠这个日本天皇 像说玄自理善空 一个精神领袖 是怎么他没做什么 他还可以延续这么久 我感觉他这个家族 一个特性 他虽然贵为天皇 但是他让人感觉 他的生活起居 都很简单 很朴实 不太乏力 也不太炫耀 然后他这个家族 就是很规矩 就是怎么样 没有不好的事情出来 所以他的体制 也一直延续 都很久 像现在这个天皇 79岁 都很久 日本女王 也很多婚 你看 他们的一带一带都很久 英国 他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 但是 因为英国分出来 很多国家 像他说 有美国 有澳洲 纽西兰 一些国家 都也是由那里出来 是怎么 他这个国家 还有法度 可以延续下去 然后英国 他以身为英国人为傲 他觉得 他们的那个 他们很有那个 绅士风度 他们的讲求 就是他们一个文化的气息 所以他们的政府 让人的感觉就是说 自私较高 他在说事情 他是一个很条理 很法的 所以他会影响 他其他的 他的这个国家 效忠他的国家 像你看 新加坡也效忠英国女王 美国也效忠英国女王 澳洲纽西兰也是 虽然他们现在都不错 这国家都不错 为什么他们又效忠 因为他们是那里出来 所以这种精神 就是会一种延续 所以一个领导者 他不用说 他就要很强 但是他要具备一些特质 他讲话就有人要听 所以这有 依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现在要训练这个领导人才 上面这些特质 你都有之后 过来你就要知道什么方法 比如说第一 你法理要懂 比如说我们现在 要把这个政府的事情做好 我们很多基层也不知道 所以怎么会让他说 这些资料要让他说 他要去说 这是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不买这个法理 就没法跟他说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 你也要训练 你也要表达能力 谈话我有说 表达能力是一个领导者 最直接的方法 你要说服这个人 让他了解 你会可以这样看 比如说你感觉他要跟我说话 他也要跟他说话 你就去跟这些人聊聊天 你看他用什么方法 他是怎么在说的 他人才会听 但是这个 你在说这个训练 你要让人会听 有潜在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 你这个人的心 要很善良 你的心是好的 所以你的跟我说话 才会有那个力量出来 不然你这些话很对 你copy他的话 譬如说他这样说 你也copy他的话这样说 但是你的心不是那么善 不是那么诚意 你说出来就不同样 这是内在的东西 这也很重要 第三就是说 你们认识这么多人 也有很多人说话 你可以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什么种人 大概是哪一类的 你这个自己要规划一下 这样你会比较好说 比如说他是冲动型的 他是懒散型的 他是积极型的 你们自己可以去睡 你对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你不用什么都讲 就是他的需要 讲那一部分就好了 这个就很重要 第四点就是说 我们做这些事情 简单的是重复的做 你就会变成专家 这点很重要 像发明家也同样 他每天一直研究 这个东西失败 他就每天一直做 一直做 做到没来会成功 所以这个简单的是重复的做 你们不要去忽略他 比如说你 你在煮一道菜 你要煮 你要煮一个什么 蚂蚁上树 你特别一边不成功 你就一直煮煮煮 煮到没来 这个也是最好吃 就是说你要成为专家 你必须要从最简单的事 一直重复重复一直做 你不要觉得他很简单 你就忽略他 通常越简单越坏做 因为你不会重视他 你忽略过就跳过了 所以通常出差错 是在最简单的步骤 第五点就是 我们要常常关心别人 比如说你们现在来那么多人 最好互相要认识 你没色彩没关系 你可以讲一句寒暄的话 还是关心的话 这个就会把你们的距离拉近 就说你吃饭吗 你常睡有好吗 这是一种关心 对方他就会感觉到你的善意 他就会跟你讲话了 所以我感觉高平又 很简单就是这样 你要打开你这个善心 这是重点 第六就是说 你怎么了解 一个决策者 你不要朝令夕改 你会知道已经决定了 不要应该就改了 这个很大的机会 因为 假设你好不容易下定这个决心 结果人又来跟你说什么 这个不好 怎样怎样 你千万不能马上改 除非你要有证据 马上去找证据抓到说 好这个不能做 你才能改 不然你绝对不能改 因为你如果改 你所有带领的人不会信任你 因为你感觉说 你改来改去 到底是对人是真的 会这样产生 所以朝令夕改 千万不要 这个很严重 好 好 过来第七点 你如果感觉 这事情很困难 你一定要跟人讨论 你不要自己关起门来 在那边想 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 自私 跟你的这个时间 都不一样 那你很累了 你去想这个事情 绝对不成 所以我们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跟不一样的人说过 虽然他不是这一行的专家 你能说给听 搞不好他会用一个很客宽的态度 来看你这个事情 让你现在起事 所以我们在头上听的时候 我们能去跟一些人说话 搞不好那里面 他就会说你要爱的答案出来 所以善用善知识 这也很重要 那再来 如果我谈何说的 你都具备了 其实你要了解 我们要去影响别人 我们要看得懂别人 第一 这个人 他的基本需求完成了没 什么叫基本需求 就是 他的主要需求就是 食衣住行 这个人食衣住行有问题吗 如果没问题 他才有办法接受你讲的 如果他今天 下一顿饭就没得吃了 他要怎么听你这个 所以这个食衣住行 一般 一般的人一定要完成这个 你不能说对食衣住行 更有问题 第二个次要需求就是 预热 你如果食衣住行没问题之后 你预跟热会追求 如果你走到这一步 那还好 因为你已经到预热 这个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你告诉他 他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跟一个人说 这个法律的时候 我们是要知道 他的需求是搞对 如果他 自己生活都没法照顾 他如何静下来听你讲这些 是不可能 所以你就是 这就是先让他满足 他的主要需求 就要变成 如果主要需求 次要需求都无料 过来这个人 他会追求什么 自我的满足 就是一种成就感 当然如果走到成就感的时候 这个人最好用 因为他成就感是什么 他呈现的就是 需要到被需要 我需要的就是 我需要别人的肯定 我现在要做这件事 做得很成功的 那你们大家都肯定我 他要的是这种成就感 另外一种是被需求 就是 孤儿院的孤儿很可怜 很多乞丐 很多无业游民 我没有怎么 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这就是说 他们是被需要的 你去关心他 需要跟被需要 这都是一种成就感 不然你想 比较有很多人 照顾孤儿院 允老院 育幼院 又无业游民 又一些 社会的那种 业角落的事情 都有人在做 是什么 因为他们就有爱心 他们就说 我要付出去做这个 所以 如果他的成就感 是走到这个自我满足 这个程度 这个都是目前我们最好用的 因为他才有可能来关心别人 付出 我们的社会是这样 需要跟被需要都有 两种人都有 所以 这两种人在里面 我们也要有两种人来扮演 所以这个很重要 但是你是一个林导者 你要看有 你要看有 他是要什么 我给他的是要什么 因为我们就要成为政府 我们台湾政府 虽然美国已经给我们了 我们以正式公文 我们两个月之后才会进来 对吧 我们就登报 其实这个阶段 走到今年六月三十号 我们最好要完成这四千位 所以是很急的 所以 为什么要这样加这个领导课程 给大家 因为四千位都是领导 领导者 因为你绝对是拜日 我们各个单位 那个头 头要换掉 你基层没完 你基层没完的时候 你开始急的的时候 你要带领他们 整个头脑洗掉 你要怎么洗掉 所以你现在 半年的时间 都要充实 这个法理 还要怎么做 这都很重要 因为现在我们总理 已经在制定 内阁的架构 这可能一五月就要完成 各周的架构 也要完成 所以 大家 最重要的就是 看你能够去找 有才能的人出来 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 很好的政府 你有很好的人 要注意 你看台湾怎么会逛 一定逛 所以我们已经受过 四百年来 百人的通知 我们已经知道 让人通知都是这样 我们自己要通知的时候 是要用什么人来通知 我们才能 以后成功才好 所以我觉得 现在年月大的人 他们都担任一个 很重要的任务 因为他们有走过 这个历史的轨迹 他们了解这个 所以他们就是 要把这个 再去公寓 较少年的听 然后自己先承担 这个责任起来 差不多的时候 少年才会进来 他们传承下去 现在台湾政府 要这样做 年月大的人 一定要生进来 你要应用你的下一代 还是比较少年 让他们了解 将来 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进来 接轨 这个就是一个接轨的 所以你不用怕 我们怎么执政 是什么人要来做 你想想看 任何一个国家建国 他都没有执政的经验 是怎么他们可以建国 就是一个信念 你这个主成分子的信念 是什么 很重要 还有这个领导者是谁 在揣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你不用担心 是怎么执政 那不不用担心 你就是先把人找进来 因为 时一到 你就知道怎么做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的国际地位 是日暑美战 所以我们有 美国和日本的 这个体制进来 我们怎么做 很简单 因为他们两个先进国家 都有制度 那卡进来之后很快 没有很困难 因为我们是美国军事占领中 所以国防军事外交 都是美国在处理 我们就不用去烦恼那些 你这个安全问题 你都不用怕 美国地区舰队 这个海军陆战队 不死的都在那里 现在这四个旗子进来 军旗四旗子进来 空军陆军 海军 海军陆战队 四个都进来 这到最后 差不多两万的人在台湾 然后再来 我们再混运 我们自己的智慧队 还有日本的智慧队 也要过来 所以 因为现在 日本的政坛改变 他本来不能有军队 但是美国现在 要让他有国防军 这就是标识 每日要联合起来 做我们的后盾 你想中国一点就不够怎么 你看我们做到今天 他都不够怎么 就是因为这个法理 他很了解 美国是跟我们说 你们想中 负责你要怎么管理 那部分 你是怎么管 所以我们的国务院 我们就是国务院 参议院 众议院 我们这三个 我们是怎么组合 这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扶这些人 扶这些人来 组织这个政府就对了 所以 每一个人都要学领导 你感觉说 我认为做过 我不会 不要紧 你现在开始 你就可以联系 你收到的事情 你还要把他当作说 如果我是领导者 我要怎么处理 比如说你看 交通 很不好的时候 你说 如果我 我要怎么处理 如果你是学交通这方面的 你就可以这样想了 你像我们的建筑 有的很坏的 你如果是领导者 你是怎么去改这个 因为将来 我们有很好的蓝图 虽然说 你们现在 没看到 但是所有的内部座位 现在就都在做 就一直都在做 希望执政那一天 就是马上可以到位 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 虽然说人还不够 但是我们希望说 训练到第四千的人的时候 隔天就可以用 我们是用这个方向来看 所以我们现在要交这个领导的课程 先看你有一个概念 然后你进入这个高级班的时候 我们会说这个组织管理 再进入另外一个概念 然后的时候 要执政之前三个月 有集训 要怎么集训 什么人做什么 所以 今天有一个分组讨论 你听这个分组讨论的时候 你的专场一定要说得很清楚 因为上面不认识你 所以你要把你的专场设计 你做过什么 你设计什么 尽量设计 这很重要 然后你不要以为说 我执政不关 我不要做什么 千万不要这样认为 因为有的人是执政不关 但是他很会介绍人 他也很会说话 这个就是他的优点 这个没有什么 有的人他执政不关 他就可以在领域发挥 他的领域 所以每一个人的领域是不一样 领导管理是要这样 不是只要一种人 他是要很多不一样的人 所以你们这三天听下来 我希望你们回去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说 今天收本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重复去看 重复去了解 然后回去之后 跟你各州的州长去讨论说 你是要怎么做得更好 因为各州都有一个训练 他也有很好的一个制度 所以回去你们要跟各州联络 这是最重要 因为你不能让一个人做 你要一个团队去做 还有资源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领导的工作 我们要记得 每一个人要具备一个心灵层次的提升 你如果没有心灵层次的提升 你做每样事情你会很累 因为每件事不可能一做就成功 你一定会堵住困难 那时候怎么办 你的心灵层次要很高 你才会超越 然后用另外一个方向来看 人 你在最脆弱的时候 都很需要一个精神寄托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精神寄托 是在人类发展到 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这个心神寄托都要有 通常精神寄托发挥在哪里 在宗教 宗教这个层面 所以宗教不是不好 宗教是人在制定的 这什么教 其实是都同样 因为宇宙的神只有一个 所以那是一个而已 是人把它分成很多 所以宗教对人的帮助是这样 你不要迷信 你不要 你不知道所为而为 你不知道 是怎么要这样做 你就去做这个 当然这就是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各位 你们将来 如果是一个很好的领导 做 你要记得 精神寄托一定要有 当然你的专业知识 什么有的 这就是都平常要去具备 但是精神寄托一定要有 你们来这三天 我希望你们认识越多人越好 你去食材真里面的人 他将来真里面的人 将来有可能跟你共事 你要食材更多人 你的现在开始认识 人通常这样 见面三分情 你有在说 有在交往 这个会比较好沟通 所以沟通不是很困难 就是说你是善意的 什么方法都可以说 我今天说这个 你如果用在你的企业里面 公司行号里面 它是很好用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开公司的 我用过的人是算几千位 所以 人的特性 我们就很了解 所以我所说的就是 都是我赌到的 所以你们要了解 你会觉得 这个人不好管理 不是他不好管理 是你不会管理 他不一样的人 他就是有不一样的管理方式 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 你要成为一个很好领导者 你要常讨论 在现阶段你的程度 你就是要讨论 你还不到不言不语的时候 不是说我不用讲什么就知道 还不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要讨论 如果大家有问题 私下可以问 今天时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起立 走 老咖永餐 吃饭了 老咖永餐